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思 这个今天聊点关于信用卡的事啊 因为现在用信用卡的朋友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啊 这个对于我们积攒信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 或者说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能够用到的积攒信用的工具之一 那么当然反过来讲,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或者麻烦啊 那么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就修改了关于信用卡的一些司法解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最新的关于恶意透支的解释啊 因为这里头,如果你的信用卡恶意透支超过五万块的 就可能会坐牢了 如果是五百万以上的 甚至可能面临的是无期徒刑的这么一种惩罚啊 那么什么叫恶意透支 这里头要特地强调一下啊 就是持卡人明知道自己没有还款能力 还大量透支信用额度 或者是银行已经催了两次了 然后催收之后超过三个月仍然不还的 就属于恶意透支 这里头啊,可能有朋友有几个点想明白 第一个,什么叫我明知没有还款能力 大家注意啊,这个事不是一个主观题 这是一个客观题 插插你的银行流水 插插你的收支情况 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能的清楚的判定的 或者说是银行有一套法子来判定的 这个事躲是躲不过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朋友说,小四 说他没有这个还款能力 怎么还能套出那么多的线来 或者说是恶意欠那么多的钱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信用卡的办理 或者对于大额信用卡的一些办理上 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啊 就是包括经常听到的一些小广告啊 帮你办大额信用卡啊 帮你套线啊,等等等等的 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那么这里头我想着重再强调一点的是 就是关于这个量刑啊 五万以上五十万以下 是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罚款两到二十万 特别要注意的是一旦超过五十万这个门槛 五十万到五百万之间的 是判处五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罚五到五十万 大家要注意啊 一旦过了五十万这个门槛 量刑的最低标准是五年有期徒刑 这一点很多朋友一定要注意 因为五十万这个门槛 其实对于五年的刑判来说 或者说